林晚宏一轮打屁股神功之下 将二小姐由刁蛮女打成一只小绵羊 开始呜呜呜呜哭了一大轮之后 将林晚宏求疑 林晚宏这些萧二小姐发完誓 然后呢 又欺求自己说 林三人家都发了誓了 那你就放过我啦 林晚宏看一看他 心想自己躲闻又打又嚇 这个刁蛮女 应该就不敢再找自己麻烦了吧 想起来 现在都要收科的了 难道真的要将他杀人灭口 再毁尸灭绩 这样才绝了后玩 再说了 就算今天放了他 他将来真的要报复自己 找自己算账 难道那时候我就真的害怕他了 林晚宏在心里面认了认了 好了 我现在就放了你 但是你记住你今天发过的誓 你以前对我做了这么多恶事 我就不再追究了 我们就算打和 你说怎样 消欲伤就听到他说要讲和 那他心就没那么害怕了 忍不住又想土家还家了 讲和都可以 但是你要告诉我听 那幅画是谁画的 还有啊 想这本小册子出来 是哪个主意 如果不是 我就告诉我娘和姐姐听 说这个坏人打我 林晚宏真的想不到 刚才掀起这么大风波 自己打得屎乎都痛了 他还挂着这些事 真是有点哭笑不得 但是 最紧要就是他后面说过一句话 那豈不是要威胁我 一想到这里 林晚宏的面色就即时变了 哦 你这样的意思 就是想威胁我了 老实跟你说 我这个人什么都害怕 但是最不害怕就是人家威胁我 也都最恨人家威胁我 你这个妹丁仔 居然敢对我使这些手段 笑肉伤就看到他忽然间又恶起上来 哎呀 他心真是又惊又怕 你这个坏人 你还说我欺骗你 你看你自己 你自己一点事都没有 但是你呢 你打我那时候 从小到大 都没有谁敢打过我 你占了我这么大的便宜 为什么我问个问题你都不愿意答啊 林晚宏本来还想吓他一吓的 但是听到他哭得这么伤心 他心又不由得一远 哎 哎 二小姐 正所谓道亦有道 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批准的嘛 如果我告诉你 那岂不是 我就是个失信小人 我这个人呢 老实说啊 面皮虽然厚一点 生得虽然英俊一点 但是 对于名誉 我还是看得很重的嘛 你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 说不定 有一天你自己就会碰到那位大师呢 烧肉伤就听到 他语气都和缓起上来 他心又没那么惊 哼 你这个人 真是后面皮的 那你还不放开我 放开你都行 但是 有件事我要讲明先 刚才我叫你发的事 你一定要做到 如果让我知道 你以后再欺人 那就不是打屁股那么简单啊 嗯 你 烧肉伤的面色通红 刚刚要发作 但是 见到林晚榮 扮起那块面的样子 当然是什么都不敢的 跌下头说 知道了 哼 你这个女仔人家 整天想着怎么整股人 折磨人 那算怎么样啊 女仔啊 应该多些学一下针子 学一下做家务 那才对的嘛 如果不是 以后谁肯娶你啊 有没有人娶我 关你什么事呢 唉 跟你女人吵架 会真是麻烦的 好了 算了 林晚榮一松手 骁肉伤刚刚恢复自由 但是 刚才被林晚榮又打又黑 搞得他周身已经没了力气 林晚榮一手一松 他当堂整个人 真是顺着一张 就慢慢坐在地下了 怎么知道他屁股一碰到地面 哎呀 他即时就惨叫一声 然后整个蛋起 喂喂喂 仪小姐呀 你又搞哪个人啊 你还敢说人 都是你这个坏人 你打我那里 现在搞得我怎么出去见人呢 人家连坐都坐不住了 你还在那里笑我 一边说一边咬一声又哭起上来 这样也难怪的 这个小二小姐 一向都只有人家信她 她什么时候就要遭人呢 兼夹以她这样的年纪 仍是很有小小脾气的嘛 一说哭就即时哗哗的哭起上来 林晚榮是真的没她收 刚才挂着制服她 林晚榮都没来得及 好好地打量一下这个二小姐 现在仔细看看 这位萧二小姐 柳眉横眼 瓶碑红顺 年纪是虽然小 但是已经亭亭欲立 尤其是现在一低头 流迈眼泪那个样子 哎呀 真是有种说不出的娇笑味道 不知为什么 望着这个小美人 林晚榮突然想起 她那位风情万种的母亲 有这样的妈 才生得出这么漂亮的女儿 看来 这个萧二小姐 真的继承了她妈 所有的优点 只不过 她年纪实在太小 做自己的妹妹还差不多 林晚榮顶顶头 唉 好了好了 那你想怎样 看见那小姑娘哭起来 总是没得停的 林晚榮有点不耐烦 我 你还问人家想怎样 你打到人家那里那么痛 现在我坐都坐不了了 都是你坏 是你坏的嘛 林晚榮 林晚榮一声冷笑 笑意小姐当堂收声 你这个坏人 我迟早被你吓死了 林晚榮看着她这副 这样的样子 心里面既有点不忍心 同时也都觉得很好笑 唉 算了 她现在这样的样子 的确不是那么方便出去见人的 林晚榮四周一掃 见到镇远将军旁边 还放着几块远远的丝绸 她就拿了过来 电在笑意小姐的身下说 这样 你不要太出力 慢慢坐下来 笑意小姐知道她好心 但是还是忍不住 瞪着她一眼 然后就扶着墙 慢慢坐下来 林晚榮就挨在她身边 两个人 一时间谁都不想说话 杀那间 这间凶狂的屋 显得一片安静 笑意小姐 彩树 虽然已经坐得落地 但是屁股仔那里 仍是传来一阵阵 火辣辣的感觉 她忍不住 偷偷望了眼 这个那么凶恶的林三 只见她靠在墙边 蹲低头 神色好像有点寂寞 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林三 你放心吧 我以后不会放狗咬你了 我发过誓了 笑意小姐还以为 林三现在担心自己以后会报复 忍不住就出声安慰她 其实林晚榮在想哪里是这件事呢 只不过 她现在的心里有点疲倦 好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看着笑意小姐 不知为什么 忽然间想起自己的妹妹 跟着想起自己的父母 自己来到这个古代的世界 可能从此再也回不了家乡 见不到他们了 想到这里 她的心情不敢一阵默然 林三啊 你不要不开心了 你相信我了嘛 我怎么都不会欺负你的了 我们讲和啦 讲和 你以为小孩玩泥沙 还讲什么和啊 我又不是跟你小孩打架 不过 这个白艳星 现在真的温柔了很多 我的婆婆 难道她真的被自己吓到 林晚榮自小呢 就跟妹妹打打骂骂惯 打过很多字架 也都不知讲和过几多铺 想起自己妹妹的刁瞒 或者 比起这个小姑娘 也都是不相上下的 想到这里 林晚榮的内心 就当堂觉得一阵温暖 二小姐 只要你遵守今天的誓言 我不会对你怎样的 嗯 对了 这只镇愿将军 是不是你故意找回来对付我的 哪都会对付你呢 是我见到这只狗这么好玩 那就买它回来玩玩而已嘛 林晚榮见到他讲说话的时候 眼神是闪闪缩缩缩 知道你又说大话了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今天 一样就剃了这只狗 老实跟你说呀 狗肉的味道 都不知道多好玩笑 你这样 小二小姐刚刚要发怒 但是见到自己一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林晚榮就马上登实自己 吓得他的口气即刻远回 好了好了 给你知道都没所谓了 这只镇愿将军 是我专门在苏州找回来 是要来对付你的 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这狗都没上墙 你自己落了进我手里面 是不是 林三 我可不可以求你一件事 说吧 你打我屁 打我那一树的事 你不要让人知道 好不好 尤其不要让我妈和我姐姐知道 要不然传了出去 我真是丑死人了 小二小姐的年纪虽然小 但是北京的女孩子人家 又是千金小姐 如果她被男人打了屁股 这件事传了出去 那的确是很丑的 林晚榮听到小笑话 二小姐你说什么话 你要我保守什么秘密啊 今天下午有什么事发生吗 没有啊 啊 怎么我一点都不记得啊 萧玉相见这个装傻扮懵的样子 知道呢 她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意思 心里面又不敢有一些感激 林三 这镇丸将军 又没有哪里招惹了你 你可不可以放过她先啊 啊 你放心吧 我会将她养起身的了 我会困住她不让她出来的了 总之以后呢 她只是跟我们开门口 她不敢再欺人的了 好了好了 只要你不让你这只恶狗再欺人 你想怎样就怎样咯 不会的 绝对不会再欺人的了 你放心好了 如果我再欺人的话 你就再打我屁 再打我果树咯 两个人又休息了一阵 林晚宏就叫萧玉相打开机关 走出这间屋 重新见到太阳 感觉真舒服 今天对付这个刁蚊女都差不多了 我相信 以后她怎么都没有胆量来招惹自己了 林晚宏的心定调了很多 刚刚要走开 怎样又听到萧玉相说 你这个怒 不是 林三啊 你这样就要走的了吗 她虽然将奴才两个字吞了回去 但是林晚宏的心还很不舒服 忍着蹬着她一眼说 萧二小姐 我说得很清楚 我虽然是你们家的家丁 但是 我和你只是雇佣关系 我不是你家的什么奴才 是啊是啊 不叫就不叫了 真是小气了 什么 不是 林三啊 你 你等一会儿好不好 二小姐 你现在变得这么长气的 还有什么事 林三 我听你丫头说 你懂得尹尸的 还会唱很多好听的小曲 是不是 不是 林晚宏就答得都不知道 多么干脆 开玩笑 如果个个人都找她来尹尸作队 那岂不是 好快就将她炸干 喂 谁是你这么小气的 问那幅画是谁画的你不说 问那本小话策是谁出的主意你又不说 请你淫几句诗你都不想 你有这么多伟物吗 我都被你打成这样 被你欺负成这样 你还想怎样 唉 正所谓不怕女人骂 最怕女人哭 这个小丫头 自己真的没什么道理好跟她说 好了好了 那你说了 喜欢听什么诗啊 啊 当然了 我知道林三呢 你是最好人的了 嗯 这样 风花雪月 每一样 来回手啊 你真的够大贪 好了好了 那你随便淫一手吧 我想考考你而已嘛 林晚宏望望花园 这个时候正是心抽时節 落叶纷纷 他不敢想起 自己以前住的北京城 北京是香山 这个时候 应该已经是满山红叶了吧 想到红叶 他就想起 小时候 爸爸逼着他背的一首唐诗 红叶 慢笑笑 长亭走一嫖 残云归泰华 疏雨过中条 树式 徐山拱 何声 入海遥 帝乡 明日到 游至梦如潮 这首诗 这首诗当然不是林晚宏作 那是唐代 许云作的一首诗 这首诗 说得对象上来 就不算那么工整 但是其中 异景深转 非常符合 林晚宏 现在落幕的心情 消欲伤听完这段诗 不敢整个呆浪 帝乡明日到 又至梦如潮 林三啊 你是不是现在很挂着家呢 哈 这个小丫头啊 迷得她年纪小小 但是 对于诗的领悦 她又这么快哲 都算是挺聪明的 哪个是呢 我随便淫首诗而已 二小姐 见笑见笑啦 什么见笑而已 原来你这么有本事的 但是 为什么那天你墨三字经 那些字诗都这么难看的呢 哎呀 二小姐啊 好像诗经三字经 这些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呢 我一向都不喜欢 我家乡的字又不是这么写的 我们那书也都不用毛笔的 嗯 原来是这样的 那说法 我岂不是无意之间 为我们萧家引来的一个大才子 那到时候娘亲和姐姐 一定会赞我而已 跟萧二小姐相处得一海 林晚宁都觉得 看来她除了偶然会发点脾气之外 其他的时候都算挺好的 林心啊 我现在还没走得动啊 你看我屁股啊 你可不可以不要走着 陪我聊一会儿啊 我听说你会说故事的呗 你讲个故事给我听 好不好呢 我很喜欢听故事的了 林晚宁心想 如果她现在走了出去 然后还要找丫鬟来帮她的话 那自己打到萧家 萧二小姐的屁股红了腫了这件事 恐怕瞒不到人了 算了 陪她聊一会儿 等她伤势好一点 就再走了 于是 林晚宁就关了门 又重新走回她身边说 好了 那你说了 你喜欢听些什么故事啊 什么故事我都喜欢 已经很久没人跟我讲故事了 咋 以前有人跟你讲故事的吗 是啊 小时候娘跟我讲故事的 后来她太忙了 那我天天都线着姐姐 要她讲故事了 怎知后来 姐姐都忘了上来 那又没人跟我讲故事了 林晚宁听到就明白了 看来 肯定是萧夫人和萧大小姐 挂着忙着照顾那盘生意 忽略了萧肉伤的感受 才使她不知不觉之间 变得这么刁蚓任性 嗯 那跟她讲过什么故事好呢 大灰狼和小红帽 白雪公主 黑猫警长 流星花园 立不小心 唉 真是麻烦了 自己上次跟妹妹讲故事 已经有十几年前了 那时候两个人年纪都还小 自己讲过什么故事 现在早就不记得了 林三啊 你要跟我讲过什么故事呢 嗯 那我跟你讲过 梁山伯和竹英台的故事 林晚宁急起来 顺手想起 他看过那些经典剧集 梁山伯和竹英台 应该算是中国最早的言情剧 这个浪漫而充满悲情的故事 他的善情效果真是无与伦比的 那小姑娘听到 马文才怎样逼死竹英台 梁山伯最后 和竹英台就化蝶相飞的故事 哎呀 早就听到泪流满面 这个马文才真是坏了 那梁山伯呢 也都是个大傻佬来的 他怎会看不出中英台的女仔呢 就是因为看不出 所以这个故事才可以流传千古 如果看得出 就变成花好月圆 这样 这个故事就不会流传得那么久了 你这个人 真是铁石心肠的 人家梁山伯和竹英台 有情人都不能够忠诚眷属 你 你敢用笑得出来的 我几乎 都被个姓马的击死了 唉 这个沈蚊女 看来本性还是很良善 对这个剧情也太过投入了 我真的不明白了 明明是两情相悦的嘛 他们两个 为什么就不能够忠诚眷属呢 正所谓世事无常 变幻莫测 你现在年纪更小 等你大过 慢慢就会明白的了 我应该说 这次百度小时 是什么 你们看来 你很正常